新闻有现场 事实有出处 我是新闻见证组 梁音 见闻有方法 证据会说话 我是新闻有现场 新闻见证组 白孟辰 2022年6月24日 美国总统拜登出现在千家万户的电视屏幕上 语调低沉地宣布 这是悲伤的一天 是什么让美国如此悲伤 而现实是 与其说悲伤 不如说更多的美国人表现出了愤怒 因为这一切要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做出的一项裁决说起 我超过超过的灵魂 我会把我的恐惧变成怒恶 我的肌肉 我的肌肉 其中在社交媒体平台出现了这样的言论 人们讨论的焦点也集中在这几个关键词上 通过媒体的报道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些词 美国取消堕胎宪法保障 美国女性不能堕胎了 美国倒退50年 倒退150年 而目前在世界上 仅有5个国家是完全不限制堕胎的国家 到底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6月24日的裁决是怎么说的 美国的女性真的再也不能自由地决定堕胎了吗 魔鬼藏在细节之中 我是新闻见证组调查员陈立成 当地时间6月24日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推翻了保护女性堕胎权的罗素伟德案 标志着女性堕胎权将不再受到美国宪法的保护 那么这一裁决是否就意味着美国女性从此就不能堕胎了呢 要解答这个问题最为可靠的办法 就是查阅这份美国最高法院在6月24日针对堕胎问题做出判决的原始文件 在其中一位大法官阿尔托的判决解释中 我们看到了这样的表述 宪法没有提到堕胎 任何宪法条款都没有隐含的保护这种权利 现在是时候遵守宪法 把堕胎问题交给人民选举的代表了 这份文件中提到的人民选举的代表 意思是由各州民众选举产生的州议会议员 而他们的职责就包括制定各州的法律 那么大法官阿尔托的表述中说 宪法没有提到堕胎 这又应该如何理解呢 宪法尔托的状态 它是缺乱的犯选举的犯选举 一,因为很多美国人, based on polls, 不认为了解决的犯选举的犯选举 而且,它是一个医院的犯选举 那会让人们在危险 所以, absolutely,那会是 你能处理解释放了半个人的保护胎 所以,我认为,我认为,这个人 是可能一番最大的 最弱的犯选择 那我认为,在这一切呢 在那一种犯选择,他们是两个人 他们已经开了个门 现在,他们已经开了 所以,不只是则,不只是则, 他们是缺乱的法律 但这也改变了 法律的法律 所以,现在,政府也能 可以, hypothetically, 通過法案,這就是個目標的問題 大家為什麼會對這個事情特別地反應激烈呢? 是因為考慮到的更多的是一些低收入的人群 沒有了這一個合法的墮胎權 那就意味著會有更多的嬰兒 那就會意味著有更多的未成年的媽媽 也會有更多的未成年的媽媽 也會意味著有更多的單親家庭 然後更多的這種衛生條件不達標的醫院 產生的更多的孕產或者死亡 然後以及很多這種小孩會出生於貧困家庭 然後甚至於被虐待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大家更擔心的 憲法第九條它有一個 雖然說我們憲法中有些列舉的權利 但是並不意味著說未被列舉的權利就不存在 這樣一個條款實際上是可以衍生出一個隱私權 這個就非常重要 為什麼非常重要? 因為憲法裡面並沒有隱私兩個字 所以隱私權是解釋出來的 利用隱私權 然後把它用到了墮胎上面去 所以出現了所謂的墮胎權 這個判決為什麼這麼大的爭議 就是墮胎從來在歷史上都不是一項憲法權利 這個很重要 所以很多報導都說 美國這個法院否定了婦女墮胎的憲法權利 這個是有值得商榷的 因為這個憲法權利是這個法院自己解釋出來的 由此看來 美國最高法院推翻羅素韋德案 並沒有對所謂婦女墮胎權 做出任何的實質性判決 只是廢除了把婦女墮胎權 上升到聯邦憲法層面的一個先例 而在羅素韋德案被推翻後 墮胎是否合法的司法裁決權利 將交由美國各州自行決定 在羅素韋德案被推翻後 各州將會如何決定墮胎權的去向呢 其實用一張地圖就可以解釋清楚 在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的一篇標題為 美國22個州將在後羅伊時代禁止墮胎的報道中 我們看到了一張地圖 其展示並預測了在最高法院裁決後 各州將對墮胎採取的法律限制 用深紅色標記的區域將立法禁止墮胎 一共有22個州 而藍色標記則代表 該州將會立法繼續保護墮胎權 包括華盛頓特區在內也有22個州 從這張地圖上我們可以看出 由於各州的政治生態和民眾意願並不相同 最終通過的州法也會對墮胎採取不同的措施 那麼問題來了 將憲法規定的權利交由各州自行決定 這一舉措在未來又會有哪些潛在的影響呢 我覺得這一次的這個判決 雖然憲法裡面確實沒有明確地提出來 關於隱私權和婦女墮胎權的問題 當然也有批評這次判決的 很多這個民主黨的人士 他們確實有理由擔心 就這一次的羅斯維德案的判決 它恐怕不是婦女墮胎權和隱私權 這個問題的一個終結 恰恰相反 可能是下一步要進一步的限制 比如說婦女的權利隱私權的問題 少數主義權利的問題 平權法案等等 還有包括像同性戀權也等等 可能這恰恰才是一個開始 所以我認為呢 就是這一次的這個推翻了羅斯維德案 那麼確實在美國的這個司法的歷史上 在我看來有重大的影響 由此看來其實並不是我們對於新聞的一個簡單的理解 就是說美國的女性從此以後再也不能墮胎了 美國的憲法都不保護這個墮胎權利了 它其實是把權力下放到各個州 也就是在各個州會有不同的法律 對於生活在不同州的女性來說 還是有選擇的權利的 現在我們看到的其實是什麼呢 一個是我們看到很多的大企業 包括像谷歌什麼的站出來說是 我要支付這些員工去跨州墮胎的費用 雖然還可以跨州墮胎 就是我所在這個州似乎不讓我墮胎 我可以到別的地方去 那麼這個州的法律會不會修正 來對這種行為進行追責 這是一個問號 另外就是美國現在國內這種兩黨對抗的情況之下 其他州原本允許墮胎的州 會不會也變成不允許墮胎的州 就在這種美國的整個的朝野 普遍的反墮胎的這種大的傾向之下 美國國內現在那些少數有限的 保護墮胎的州還能不能堅持住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美國最高法院裁定 憲法不再保護墮胎權的消息 不僅在美國國內引發了強烈的關注 可以說關於墮胎話題的討論 真正的跨國際了 因為這是有可能發生在每一位女性身上的事情 無關人種國家 所以這一條發生在美國國內的新聞 會出現在世界各地的媒體版面 世界其他國家對於墮胎問題也存在著各種 複雜的規定 近期在互聯網上我們發現了一種說法 聲稱在世界上有五個國家對於墮胎是無限制的 如果說對墮胎的禁止是一個極端 那麼對墮胎無限制似乎又走向了另外一個極端 事實究竟如此嗎 我們有請調查員 在美國最高法院推翻1973年羅素韋德案的判決結果後 中文互聯網上流傳著這樣一種說法 稱世界上完全不限制墮胎的國家僅剩五個 那麼事實真的如此嗎 我們在查閱荷蘭與墮胎有關的法律法規時發現 自1984年以來墮胎在荷蘭一直是合法的 只不過並不是完全不受限制 根據荷蘭政府官網的信息 《荷蘭終止妊娠法》允許在懷孕第24週之前墮胎 在實驗中醫生們會考量兩週的誤差範圍 堅持使用22週的時間限制 在第24週之後的晚期墮胎 被排除在終止妊娠法之外 屬於刑法規定的範疇 荷蘭刑法規定 在第24週之後 醫生只能因嚴重的醫療原因而終止妊娠 在這種情況下 醫生必須遵守晚期終止妊娠的適當標準 同時有責任通知審查委員會 在搜索資料的過程中 我們還找到了一張 由國際人權組織生殖權力中心製作的 世界各國墮胎法規地圖 圖中的每個國家都用不同顏色 對墮胎相關法規進行的分類 由高到低依次分為五類 不允許任何情況的墮胎 包括婦女的生命或健康有危險的情況 允許當婦女的生命處於危險之中時進行墮胎 允許處於健康或治療理由墮胎 允許婦女在社會地位、經濟情況等更廣泛的情況下 進行自由解釋並墮胎 根據婦女當前懷孕的周數決定 是否可以墮胎 從地圖上我們可以看出 網傳說法中提到的五個國家 都屬於根據婦女當前懷孕的周數決定 是否可以墮胎的國家 那麼各國在製定與墮胎有關的法律法規時 又會有哪些考慮呢 這其中是否又存在共性和規律 加拿大的政府一直是在 至少是同意或者鼓勵 甚至可以動用他們醫療保障方面的 或者是保險方面的基金 可以來為你墮胎的這樣一個手術 很多歐洲國家是在做要這樣的一些便利的措施 其實這個也是很重要的趨勢 就是整個世界在這個問題上 給女性有更多的選擇 但是在選擇的同時也會給女性提供更多的 這樣一些幫助 這個幫助包括法律上的 包括知識上的 包括心理上的等等這樣一些 關於這個墮胎權的部分 那麼很多的世界各國 當然都要根據自己的國家的這個情況 國家的歷史 宗教的背景 人民的對於某一件事情 對墮胎這個問題的看法等等 來根據來制定自己的法律 美國總統拜登在電視講話中 稱最高法院的裁決讓美國倒退了150年 橫勾在人們心中始終會有一個疑問 為什麼在今天這個時候 羅伊素韋德案被推翻了呢 墮胎無限制似乎又走向了另外一個極端 事實究竟如此嗎 是什麼讓美國如此悲傷 美國的女性真的再也不能自由地決定 墮胎了嗎 美國國內現在那些少數有限的 保護墮胎的州還能不能堅持住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它恐怕不是婦女墮胎權和隱私權 這個問題的一個終結 6月24日當天 美國總統拜登在電視講話中 稱最高法院的裁決讓美國倒退了150年 而拜登的這番言論引發的強烈關注 登上各大媒體的標題 然而與此同時 我們也在互聯網上看到類似的標題 只是150年這個數字變成了50年 不管數字怎麼變 這些新聞的焦點 都指向了一個事件 就是美國歷史上的羅伊素韋德案 我希望你們認識Jane R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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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 in Roe v Wade Jane Roe's case changed the country 私人跟這個歷史上的獲得 Jane Roe Jane Roe Jane Roes Jane R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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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女权律师 沙拉·威丁顿和琳达·考费 他们当时正在寻找一名 合适的原告人选 已就堕胎权问题 将德州政府告上法庭 考虑到当事人的隐私 法庭没有公布 诺马·麦考威的真实身份 仅用画名简罗来做代称 达拉斯地方检察官亨利·韦德 代表德州政府出庭 因此这个案子 也就由双方的名字 命名为罗素韦德案 美国见证现在240多年了 将近200年的时间里面 那么妇女在堕胎的问题上 实际上是没有权利 或者是权利非常有限的 那么最高法院最后第一次 做出了所谓Roe vs. Wade的判决 她就有了宪法的权利 去获得堕胎权 妇女第一次获得了 自己主宰自己身体的 这样的一个权利 1973年 美国最高法院的9名大法官 以7比2的表决结果 确定妇女是否继续怀孕的权利 受到美国宪法的保护 法院认为 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的 正当法律程序条款 为女性提供了基本的隐私权 而隐私权的保护范围 包含妇女的堕胎权 法院的判决同时指出 除了德克萨斯州以外 各州都要按照罗素韦德案 去修改堕胎的相关法案 之后将近50年里 罗素韦德案 就是美国宪法保障堕胎权的代名词 这次的这个判决意见 特别是多数的意见 就是阿利多法官主比的 那结果发现 他其实特别强调这个历史传统 就是从英国到美国历史传统 就是说罗伊安没有坚实的 这个宪法的基础 所以这一次这个判决 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 是回到了罗伊安判决之前 所以如果说是倒退的话 那是退到了70年代之前 或者说60年代的这种状态 如果说推翻罗素韦德案 让美国社会倒退了50年 那么美国总统拜登 在6月24日的电视讲话中 则是直接说出了 美国倒退150年的言论 其实听完这段讲话 我们可以判断出拜登之所以说到 美国倒退了150年 是因为前面的这句话 那么在150年前的美国是不是真的存在将堕胎定义为犯罪的州法呢 从美国建国开始 很多殖民地时期就有禁止堕胎的法律 当然有些州会分清楚说 这个在胎动之前属于一般违法 在胎动之后 那属于严重的犯罪行为 也就是说在美国的历史上 这个堕胎的问题一直是由各州的法律在管理 或者是堕胎是不是一种个人权利 不是由联邦来决定的 150年 实际上是追溯到1868年的宪法第十四休战 为什么宪法第十四休战很重要 就是非常复杂 就是因为宪法第十四休战涉及的是说 内战结束之后 各州不得通过立法 就是说不经过政党程序 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 这个重要性就在于联邦政府 可不可以通过 比如说这个联邦政府是一个宽泛的 即包括总统 包括国会 包括这个法院 那它可不可以通过一项立法 或者一项判决 就来决定全国的所有的女性 有没有这样一项所谓的宪法权利 这是值得争议的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美国政治体制的问题 对于美国很多女性来讲 堕胎反过来 既是保护自己安全的一种手段 其实也是主宰自己的身体的一种权利 那么因此我们讲 从上世纪应该说50年代以后 我们看到美国国内的女权主义 尤其是我们说堕胎权的争取 一般认为是第二波的女权主义 一个很关键的内容 那么到73年 这个罗伊苏韦德案 算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这么一个结果 应该来说 美国国内的反堕胎的力量 一直是很激进的 共和党在80年代的时候 就把这个反堕胎 作为自己的党纲的一部分 包括特朗普这样的美国总统 其实都是反堕胎的 他们在任上或多或少的 都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 去挑战罗伊苏韦德案 现在我们说在美国国内 保守派不断地实力变强的情况之下 那么当然我们会看到很多 开历史倒车的情况 从我们的调查和专家的分析 可以看出 美国倒退50年和150年 这两种说法都有各自的道理 倒退50年指的是 1973年的罗伊苏韦德案 而倒退150年指的是19世纪 美国各州将堕胎有罪化的法律 其实梳理到这里 横跟在人们心中 始终会有一个疑问 就是为什么在今天这个时候 罗伊苏韦德案被推翻了呢 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 罗素韦德案其实不断面对着 危机和挑战 1992年发生的 宾州计划生育协会诉凯西案 就是一个典型 这场简称凯西案的辩论焦点 是1982年的宾夕法尼亚州 堕胎控制法中 规定的女性堕胎等待期 堕胎前必须通知配偶 要求获得配偶同意 以及对未成年人在接受堕胎手术前 必须征得父母同意等五项内容 是否违宪 在1992年最高法院中的保守派法官 占据了绝对多数 民众担心 凯西案的裁定很有可能同时推翻 罗素韦德案的判决结果 而出人意料的是 最高法院大法官们 仍旧以5比4的结果 认定1982年 宾夕法尼亚州 堕胎控制法违宪 并维持了罗素韦德案的判决 那么开简判决之后 大家已经看到了 这个罗尼 虽然他判决依然存在 但是很多人都预计到了 他有可能在某一天会被推翻 所以大家如果看这次的判决 就是 密西西比州这个案件的判决 你结果发现 他有很大的篇幅 是在论证 为什么我们要放弃先例 这很难 非常难 因为在美国历史上 像这样的情况是发生过的 比如说种族隔离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 不是遵循了这个逻辑 反倒是说 我们不是因为社会的压力 而不是因为女权人的压力 也不是因为宗教的压力 而是因为我们认为 这个问题不应该 由最高法院来决定 可以把这个焦点 转移到民选的 立法机构里头去 没有必要在 向最高法院来寻求 一个统一的这样一个标准 从更大的这个历史的 这个范畴来看 那在这个挪一案以后 过去的这个50年 很多保守派的人 是会认为说 美国这个社会 尤其是这个自由派的极端主 极端自由主义 在美国是泛滥的 他们认为自由派走得太远 现在确实需要 交往过正一下 也就是说 如果这个政治像个钟摆一样 在过去的几十年 它可能剧烈地摆向了左边 那么它确实 当它重新摆回来的时候 它当了这个保守派的人 是说有必要剧烈地 摆向到这个右边去 这一次交往过正 究竟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呢 还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 这个我觉得 要留在历史去观察 我个人的看法呢 应该说很多人会把美国 视为所谓进步的方向 但是我们看到 光在堕胎这个问题上 美国人其实自己 来回地赚了很多次 我们看到这些年来 我们说无论是欧洲 亚洲 还有其他的很多的区域 实际上在堕胎的权利方面 更多的还是要求 让女性自己来决定 这个才是我们说的 是一个大的趋势 普世的价值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说美国现在 它的保守派 逐渐地控制了 整个国家的机器 那么这种不普世的 或者逆普世的行动 一定会越来越多 那么我们相信 各个国家要根据自身的情况 来选择自己的合适的道路 这个世界上 不会只有一条道路 当然也不会所谓有一条 由美国决定的 唯一正确的道路 好的 这就是今天的新闻见证组 为您带来的见证 下期再会 接着为您播出 世界因你而美丽 之后 就是在您做的 这 Just dir 这好